进入第38天的乌俄战争 乌军最近似乎大有斩获 在俄罗斯比尔戈罗德市的 除油槽一号就出现大爆炸 俄国当地的州长宣称 是两架乌军直升机低空轰炸所导致 而这个除油槽所在的位置 正是俄罗斯西南边境 临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不光乌方诚心 这是俄方又一起的嫁祸行动 而撇开乌克兰将战线 拉到俄罗斯本土的可能 最近的卫星影像也显示了 俄军已经撤离了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 安托诺夫机场 这是从乌俄开战第一天 就被俄军躲下的基地 而乌克兰总统泽罗斯基也出面证实 俄军正在缓慢撤出 不过他同时也警告国民 俄军撤离的行动 后续恐怕会留下更多灾难性的遗害 而另外一段影片上面三名乌克兰军人在公路上拆弹 更是直接用脚横扫把这些地雷踢到路边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发现 俄军在乌克兰埋射了国际公约禁用的反步兵地雷 斯伦斯基也警告 俄军正在乌东地区重新集结 不过与此同时 美国国防部则宣布将会追加提供给乌克兰 三亿美元的军备 乌克兰外交官也表示 英美都将会提供超级现代化的武器给乌克兰 记者吴宇辰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